这个猪血多少钱一份 三五千一份 三块 五块都可以 还炖一点都好 三块的一份 哎呀 真好吃这个 还炖一点 这汤又是鱼 放在那边吧 这个是熏豆腐这种 凯水煮的 市水这边的熏豆腐 和曲腐的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块是非常大的 非常厚实的一种 猪血 哇 这个特别的餐 这种猪血特别的香 看着就好吃 还放了一点辣椒 这个是炖的八月 这是豆腐 哎 哎呀 这个豆腐的颜色挺好的 管子鞋 是花蟲吧 是 吃完管子鞋再放辣椒了 差不多的颜色 这是最美好辣椒 这个菜香 花蟲蜜 海蟆 海蟆 冰石 冰石 弄虚 都好吃 哦 这里面的菜 这种卖法呀 小盘子这个三块 你给我来碎三块的行吗 行 我尝尝哈 吃哪个吧 都缠点 都缠点 三块钱一份 哎 喝死这喝死 哦 都放一点 都放一点 哇 这个有感觉哈 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哈 吃点菜 吃了块是吃的饱饱的 对 哦 这里面是辣椒酱 对 哎呦 你这个辣椒酱好吃呀 嗯 哦 嚼点辣椒 嗯 嚼点辣椒 这是香菜是吧 香菜 哦 先夹点香菜 嗯 然后再放个勺子 香油和醋最美好 嗯 这个鸡蛋汤必须有香油和醋 是 这个鸡蛋汤多少钱一碗呀 一块 一块 这么便宜吗 哦 这个天 一块钱一碗的 这碗饭便宜 真便宜 兄弟们 两餐一汤 只需要花七块钱 这个是豆芽 豆皮 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我最爱吃的猪血 它这个猪血 吞得特别特别到位 还有鸡蛋汤 树林子底下 并且这边是一条小河 虽然河里水不是太多了哈 但是 依然有那种在河边吃饭的那种意境 你看一下我这一盘大不大 有豆芽 豆腐皮 粉条 这些等等 只要三元 这一大盘只要三元 兄弟们 想象一下 这个物价也是相当的感人哈 这个是我最爱吃的猪血 只要是我见到哪地方有做猪血的 我都会要上一份 它这个猪血叫麻辣猪血 挺香的哈 炖的特别好 每个猪血都穿孔了 这样的话水分吸进去 口感有个爆汁的感觉哈 这一碗鸡蛋汤 一块钱 酸酸的 口味 特别特别的好 虽然是鸡蛋汤 但是它一点都不腻 特别的清爽的一点 一个感觉哈 去那边想一下 一块钱 还能买一瓶矿泉水吗 但是在农村大鸡蛋汤 你可以 喝一大碗鸡蛋汤 营养又美味 经济又实惠哈 我作为这个猪血的中爱粉 一定要品尝猪血 看一下 这是吸满汤汁的猪血 一口下去 爆汁的感觉 再来一块大的 哇 放点花椒 嗯 放点辣椒 它起到一个 真香和去腥的作用 嗯 我感觉还是这种炖的重一点的 口感是比较好的 至少它汤汁能吸进去 你不然的话 汤汁吸不进去 它口感是不好的 我最爱吃的豆芽 来一口 它这个豆芽是比较爽脆的 因为它是调的 然后用开水 焯开之后 然后用凉水 过凉水 然后调的 口感上 特别爽脆 嗯 豆皮 它也是水煮豆皮吧 就是本身是有盐味的哈 葱 蘸点辣椒 调豆皮的灵魂 口味相当好 还有粉丝 我走了 天花了 嗯 烤花了 嗯 大早餐 告一下早点 早餐 咱就吃 两菜一汤 是不是有点太好 但是我跟你们讲 虽然是两菜一汤 这边只需要花7块钱 就可以实现 什么概念啊 兄弟们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 两菜一汤 需要花多少钱 兄弟们 两菜一汤 我这一顿消费7块钱 你们说实不实惠